各位弟兄今天平安 哈利路亚 请坐 请坐 这几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圣经生活系列 那今天是第二奖 你知道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之后 我就看到了一些的数据 包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他那边说到 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很远 对不对 但他就是明年就到了 他说什么 抑郁症将成为 全球第二大的疾病 第二大 抑郁症啊 第一名是什么 心血管疾病 所以亲爱的朋友姐妹 我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啊 我们都说什么艾滋病很可怕 有没有 好像那个什么疾病很可怕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原来 抑郁症比艾滋病还要可怕 十年过后 亲爱的朋友姐妹 2030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 2030年抑郁症会成为第一名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哇 这太夸张了 而且那新西兰本股呢 新西兰的卫生的部门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我们当中 全国来讲 五个人里面 就有一名是抑郁恐慌的患者 其实不少哦 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他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就是需要看医生的状况 他就把它定义 那还包括那些轻微的 可能不需要去看医生的 那没有算在里面 五个就有一个 姐姐姐妹看到没有 刚才阿姨所为我们念的 圣经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看见了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 有一个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 他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是谁 伊利亚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 北国的皇后耶喜别 圣经说什么 她极其邪恶 在那个时候 她不单单是带领整个国家 去拜所谓的神明 偶像 那个时候 他们还特别用火 把孩子就什么献上 献给巴黎 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行为 那当然 耶喜别她非常痛恨先知伊利亚 因为伊利亚是上帝的代言人 她有极大的那个影响力 有一天 伊利亚在加密山 就跟巴黎的先知 有四百个就约好了 那伊利亚告诉全国的百姓 好 我们预备了 你预备一个坛 那我也预备了一个坛 你把牛羊放到那边 我把牛羊放到这边 我们就各自跟我们 向我们的上帝祷告 如果 她跟百姓说 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神 那他会 你不用点火 神明会自己降下火 来焚烧那个祭坛 如果巴黎 才是真正的 独一的真正上帝的话 那你们的巴黎 也会降下火 然后来烧那个坛 结果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 做法 祈求 结果发现 根本没有动静 伊利亚就跟上帝祷告说 主啊 证明 不是向我证明 向全国的人 向你的百姓 证明一件事情 你 才是那一位 独一的 真神 结果 在天上就有火降下来 到那个祭坛 啪 就把整个祭坛 整个烧掉 然后全国的百姓 看到这一件事情 就说 耶和华 才是我们的上帝 才是那一位 独一的真神 所以那个时候 伊利亚呢 就说 来 你们把 拜假神的限制 全部都抓起来 原来耶喜别 所拜的是 假神 当人们呢 把这件事情 告诉那个皇后 耶喜别的时候 耶喜别怒火中烧 他就派人去告诉 伊利亚 他说 我告诉你 明天 我就要你的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直以来 伊利亚什么都不怕 你知道吗 天不怕地不怕 当然他敬畏上帝 但是在这个时候 面对人的威胁 恐吓的时候 他居然就开始 害怕起来了 伊利亚居然害怕起来 他开始怎么样 逃到旷野里面去 他陷入了 抑郁的一个情绪 伊利亚呢 把很多情绪 压在心里面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传道 那个圣经 真的有讲什么 压抑的什么情绪吗 伊利亚哪有什么情绪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至少有六个感受 第一个 我们看到 他感到害怕 他感到灰心失望 他觉得很自卑 他觉得很内疚 他觉得我已经受够了 可我又没有来得比别人好 他感到愤怒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那么买力 可是工作没有什么成果 因为以色列人 还是不相信这位上帝 他感到愤怒 他又感到很孤单 又感到很绝望 很忧虑 他说什么 他们竟然这个时候 还要寻缩我的命啊 其实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当你的内心感到害怕 灰心失望 又内疚 又生气 很孤单又忧虑的时候 不抑郁才怪 对不对 在神学院里面 我们特别把以利亚 抓出来来做研究 我们称他叫为 以利亚症候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说什么 以利亚与我们是 一样性情的人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说 以利亚碰到的事情 或多或少 你会不会碰到 同样性情的人 可是好消息在哪里 以利亚怎么样被上帝使用 怎么样被上帝来恢复 今天你也可以 因为以利亚与我们 一样性情的人 这圣经的话 不是我们自己的话 是神自己的话和应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如何胜过 灰心和抑郁的时候呢 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以利亚也有掉进 那个陷阱的时候 但是今天待会我要说 上帝做了四件的事情 让以利亚再度的恢复起来 在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一定很好奇 对不对 我刚刚都说了 以利亚症候群 我们都会碰到 但是上帝到底 开了什么药方 来医治以利亚呢 今天我要分享 神做的四件事情 我们一起把这四点 来念一次好吗 照顾身体 吃喝休息 对焦于神 放下挫折 重新认识 主的同在 领受祝福 重新出发 这个是刚刚阿姨 所念的那段经文当中 上帝所做的 四件的事情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照顾身体 吃喝休息 传到这个是我们属世的 怎么上帝还会叫我们吃 要照顾身体呢 会的 会的 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 第五节到第六节 一起来念好吗 请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 拍他起来 吃吧 他观看 箭头旁有一瓶水 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 喝了 仍然躺 继续来 原来上帝说 第一个 疗芳 照顾身体的需要 他说什么 以利亚就躺在 一棵树下 就睡着了 我真的是不能了 我不行了 可是有一个天使 上帝 居然来拍他 拍他说 起来 吃吧 他就观看旁边有什么 告诉我 旁边有什么 有水 还有炭火烧的饼 那以利亚怎么样 当然就别客气了 来到神的面前 神预备大餐了 就别客气了 吃喝了 然后怎么样 继续工作吗 太累了 还是要躺下 还是要 还要继续休息 好不好 第二次 上帝的实则 再来拍他 又说了什么 起来 吃吧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以利亚就 起来 吃了 喝了 而且靠这个 饮食的力气呢 就来继续的行走 亲爱的兄姐妹 上帝对以利亚 抑郁症 第一个 很重要的 你也觉得就是什么 食物水 休息 这很重要 有的时候 好好的睡一觉 太重要了 是吧 好好的睡一觉 太重要 尤其是在你身体 非常疲累 好像那个 心神都耗尽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 就掉进 那个抑郁的情形里面 其实会的 但是你看上帝 怎么样很温柔的 对待以利亚 神没有说什么 以利亚 你这个逃兵 你这个还不赶快 神没有这样子讲 神没有说 责备他 他反而是什么 给他食物 给他休息 上帝对以利亚的 那个身体的体力 你要恢复你的情绪 需要休息 做一个很好的 第一个的起点 家庭教学们 你看到了没有 如果你开始 陷入这样的情绪 复原的第一步 就是要 让你的身体的状态 恢复起来 要照顾你的身体的健康 你不要以为 上帝不照顾你的健康 你不要以为 这个是属世的 神都不顾的 神顾念你的身体 所以非常重要 而且你可能需要什么 注意你日常的饮食了 你可能需要什么 需要更多生成好的睡眠 但是在我讲到的时候 就不用有那么生成好的睡眠 这样子 回家再继续有生成美好的睡眠 那有的人是什么 在我们当中 有的人你可能还需要 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包括什么 开始要有健身的计划 记住 因为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 在说减肥的计划 不是单单减肥 减肥也挺重要 我知道你 是全人的身体的健身的计划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身体的健康 对情绪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 这么说 你们要休息 或者是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线路这样的灰心失望 甚至在很抑郁的时候 上帝会很温柔的提醒说 来 起来 吃 起来 喝 亲爱的兄姐妹 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你这边有看到 神预备了什么 有水 对不对 还有炭火烤的饼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先把一条线拉过来 你知道圣经 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地方 是出现了某一个人 很抑郁 很灰心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水跟饼 第一个就是在这里 神自己预备了水跟饼 第二个 你们也认识他 他也曾经掉入那个 很灰心的状况里面 彼得 彼得 还记得吗 耶稣也在岸边 曾经预备了饼 用炭火烤的那个饼 预备了一些食物 然后说 孩子们 你们故意问了 耶稣说 孩子们 你们有什么东西没有 他说没有 然后上岸过后 耶稣亲自来喂给他们 整本圣经就只有两个地方 这样子的记载 炭火跟饼 所以我现在要拉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我们当领袖的 包括你在职场 在家里 你在教会一样 你有在带人的 有时候 你确实会碰到一些灰头土脸的时候 会的 有时候你会碰到 但是注意一件事情 上帝说什么 你要好好的休息 你不要让休息觉得是一个罪恶的事情 没有 让上帝来当上帝 好吗 我不是神 我们不是神 他才是神 让上帝来当上帝 所以第一点 好好地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 好吃 好喝 好睡 我们当中的包括要好运动 要多运动 不是光减肥而已 我们要负责任地 好好地安排 好好地沟通 包括好好地休息 知道上帝才是神 所以我这样突然间想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小组聚会也是一样 包括每一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吃个饭 吃喝休息也是出于上帝 我觉得太重要了 看到没有 在这个时候 上帝没有跟以利亚讲什么道理 没有 上帝就让以利亚吃喝 而且不止一次 两次 这是上帝的做法 你知道我一直这样佩服 圣经中的一个君王 大卫跟所罗门 那尤其是所罗门 你知道吗 他要管理那么大的国家 要管理那么多的人 他是最有资格失眠的 我觉得所罗门 那么多的事情在他里面 他最有资格失眠才对 当然了 我们知道他很有智慧 很有能力嘛 对不对 可是连所罗门 他也深刻地体悟到一件事情 他说不行啊 所罗门说不行啊 连所罗门说我太有限了 所以他曾经写过了一段话 他说什么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情 只有神所爱的人 才可以安然睡觉 那如果我是失眠的人 那可能上帝是不是 不太所亲爱我了 那就是在我就是 默想这个经文当中 我从希伯来的原文里面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哇 那个不是我们中文的 这样子语意所看到的 原来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所罗门说 当上帝所亲爱的人 即使是你正在睡觉的时候 你好好的睡 上帝依然会继续供应你 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 这就是诗篇127篇第二节 它真正的意思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亲爱的百姓啊 你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 整个国家还要你管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好好地睡 因为你的上帝依然供应着你 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 这个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难怪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我开始觉得通了 耶稣说过什么 他说一天的难处 你确定耶稣是这样讲吗 就是这样子 耶稣说一天的难处 他知道你有难处的 耶稣说你一定不会 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你一天的难处 你一天就够了 因为一天我一天的供应会在里面 明天只有我明天的难处 但是我明天的供应 我还是在那边 所以你看 所罗门所讲的 跟耶稣所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踏进上帝当天 当下每一天的供应里面 你会不会有忧郁 会不会有抑郁灰心的时候 累的时候 当然会啊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所罗门所说的 上帝亲爱的百姓 放松地睡 因为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上帝 他仍然会供应着你 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 姐弟兄姐妹 连所罗门王 我觉得 那么大有荣耀智慧的王 他回过头来 在他老年的时候 写了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 他知道这件事情 上帝爱我们 他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 我们需要吃喝和休息 工作有时 但休息也有时 你要知道上帝是上帝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的 是在神面前 好好地休息 这个是上帝给 以利亚的第一帖的药方 照顾身体 吃喝休息 但是上帝还没有啊 还有第二帖的药方 我们就来看 第二帖的药方是什么 对焦与神 放下什么 放下我们的挫折 我们就把这个经文 第八节一起来 你好吧 请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 第二个药方 亲爱弟兄姐妹 把你的挫折 你会不会挫折 当然会啊 把你的挫折交给上帝 以利亚对有吃了 有喝了 按照神所吃了 她有一点点的力气了 就走了 我走了四十周夜 然后到了一个山洞 就进去了 然后开始上帝就对她说话 对她说话 亲爱弟兄姐妹 她说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 做什么 亲爱弟兄姐妹 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秘诀 就尤其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 大小先知书都一样 尤其当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人说了什么话 还有神说了什么话 因为那是圣经的重点 神的话蛮短的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以利亚说什么 以利亚话有没有很长 你终于问我了 我为你大发热心 你看那个以色列人 被弃了你的约 又毁坏你的台 又用刀 怎么样怎么样 只剩下谁 我一个人 有没有很可怜的样子 有很委屈 而且他们还要怎么样 说取我的命 亲爱弟兄姐妹 看到了没有 在这边 以利亚这样内心的感觉 全部说出来 你知道神让他发泄 他心里面压抑的一切的情绪 上帝短短的一句话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事实上上帝是在告诉以利亚 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把你内在的情绪 全部倒出来 倒出来给我听 我愿意听 而且我正在听 上帝是在跟以利亚说这件事情 我愿意听 我正在听 把你一切心里那个东西 很郁面的东西 全部倒出来 亲爱弟兄姐妹 神愿意听我们的心声 你知道通常 把你内在的感觉说出来 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同意吗 尤其这是情感的抒发 把那个压抑在里面的心里 导致你抑郁的东西 全部就倒出来 这个时候以利亚 她把很多情绪原本是压着 但是她就把所有的感觉 全部都倒出来 什么感觉 刚才有看到六个吗 有害怕 灰心 失望 有内疚 有生气 有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有觉得很忧虑的时候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灰心抑郁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把所有的感受 全部都倒给上帝 你不需要闷在里面 你不需要觉得说 说出来好像有一点点的 好像上帝就不喜悦我了 没有 神很喜悦你 祂乐意听 你知道吗 圣经说什么 亲爱弟兄姐妹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请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勿要紧守 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亲爱弟兄姐妹 在彼得前书那边 彼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亲爱弟兄姐妹 你可以放松 你可以放下你的挫折 将你一切的忧虑 谢给上帝 他要说的是一件事情 你要警醒的是什么 仇敌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什么叫吞吃啊 不是真的把你宰了 就是他只能够偷窃 他只能够骗你 把你一切的喜乐和平安 都偷走 都骗走 就好像耶喜别一样 耶喜别其实你知道 他是故意来下以利亚 他是故意的 故意让以利亚 好像给他下个马威 让他充满了忧虑 然后开始呢 他就开始逃到旷野去了 这个是耶喜别所做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做圣经研究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耶喜别他才不敢杀以利亚 耶喜别不敢杀 你看耶喜别很奇怪 他就派人去告诉以利亚 哦 明天这个时候 哦 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你要杀的话 你直接去就好了 你有整国的军力 其实他一点都不敢杀 第一个 他知道他是属于上帝的 第二个 他知道他的百姓当中 是代表的上帝 如果他把他杀掉的话 整个国家会翻掉 其实他根本不敢动上帝的仆人 但是他只能够用恐吓的 只能够恐吓上帝的百姓 只能够骗上帝的百姓 这个是我们在圣经研究当中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但是以利亚没有被骗成功啊 还真的成功了 所以他就哦 好吧 明天这个时候有人要我的命 然后就赶快就跑走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心中的平安 被偷走的时候 喜乐被偷走的时候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压力 是那个患得患失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过大的压力会产生疾病 然后开始我们现在很多医学 什么免疫系统失调 不是吗 开始很多一些奇奇怪怪东西都来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你要把你的眼目关注 对焦于阿爸天父 对你的爱跟接纳 所以你每次来教会的时候 你唱诗歌的时候 包括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就是对焦于阿爸天父 透过十字架来对你的爱跟那个接纳 你可以在他面前放下你所有的挫折 我听过好多的见证都是这样子 你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你的身心灵会经历到那个医治 会经历到那个恢复 你会经历到那个能力 会一股力量开始涌进到你的身体当中 你知道我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儿子 David 实在是他开始来到一个年纪 好像有点懂事 然后又好像又不太懂 或者是他明明懂 但是他装作不懂 在我们家开始都发生一些什么状况 我们家有那个pantry 就是那个柜子一打开 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 我们就开始 奇怪David怎么不见 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怎么听到那个有老鼠在那个pantry 结果我们这个一打开 哇 发现哇 有放那个什么五股杂粮啊 米啊 然后有一些那个cereal 有没有什么 饼干糖果都在里面 哇 它可以爬到比我还高耶 然后一个一个爬上去 哇 哇 哇 全部都倒在地上 然后一个人再爬下来 然后就坐在地上吃 当我把那个pantry一打开的时候 他就哗 然后就看着你 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压力 因为他还把门关起来 做一些秘密的事情 不可以让爸妈知道 我常常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就说一句话 David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当他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 他通常会从pantry 啪 就出来 然后看着我 然后我早就知道他在那边了 他看着我之后 然后他就开始 就是那种嘴脸就出来了 然后我再问他去 David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 他就开始解释 开始讲很多 讲很多我听不懂的东西 讲一堆 然后讲完之后就大哭 然后我就抱着我的David 我说David 你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做错事情了 他就摇头 我说你知道你不可以偷吃东西 对不对 而且你把所有东西弄得满地 你知道你不能这样做对不对 他就点头 点了之后就啪 又大哭了 然后大哭之后怎么样呢 就跟我就抱在一起 然后我就陪他一起收地上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也曾经对以利亚说 以利亚 你在做什么 我的儿子对父亲的声音非常敏感 他会听到爸爸说 David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所以他干什么坏事 心虚的地方 很内疚的地方 全部都来到面前 就一直跟你说出来 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当上帝问你说 孩子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所有负面的情绪 所有的感受 全部都倒出来 你要专注的是一件事情 专注于阿爸天父 对你的爱 对你的接纳 当我接纳我的大卫 我的David的时候 我不是接纳他 认同他的行为 我是接纳他这个人 并且我会陪伴他这个人 一起去面对 他所搞出来的事情 这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感觉说 怎么样就两巴掌先下去 没有我先接纳他这个人 但是我不认同他所做的事情 我爱他 我接纳他 并且我会陪伴着他 一起收拾他自己的后果 当然做爸爸的得要这么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会问你 孩子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时候把你说的负面情绪 倒出来 所有的感受都倒出来 专注于阿爸天父对你的爱 对你的接纳 放下你所有的挫折感 这是上帝给伊利亚的第二个要方 对焦于上帝 放下你的挫折 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什么 重新认识主的同在 第十一节到十三 我们一起来念 请 有基罗瓦说 你初来站在山上 在我变成 那是基罗瓦从他的经过 在他变成有结空操作 同在这时 基罗瓦却不在空中 如果我提升 基罗瓦却不在其中 敌者保佑我 基罗瓦也不在空中 我保佑我最小的生意 伊利亚的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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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有没有很熟悉啊 第二次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第三个疗方你看到 上帝知道 伊利亚需要对上帝自己 重新有个认识 对神的同在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所以上帝说什么 你出来站在 我的面前 站在上帝的面前 你要亲自来面对上帝 结果那个时候 你又听到很大的一个什么 有裂风大作 有风扇就碎石 结果是不是上帝出现了 没有 耶和华不在风中 然后风后有地震 那上帝是不是出现了 也没有 地震过后居然有火 那么一个壮观的景象 就在伊利亚面前就出现了 结果地震过后有火 上帝有没有在当中 但火后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伊利亚听见 那是上帝自己的声音 姐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今天也是一样 上帝通常 也是会透过 很轻微 很温柔的声音 来对他的百姓说话 他提醒伊利亚一件事情 孩子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伊利亚 两次他对她说 伊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看到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觉得很灰心 很抑郁的时候 第一个 除了吃喝睡觉 要照顾你身体的需要 第二个 要放下你的挫折 不是吗 第三个 你可以带着你的圣经 带着你的圣经到公园 到湖边 甚至到海边 让你可以真正安静的地方 可能你家的花园就不错 也很好 坐下来 坐下来好好地花时间 单独地跟上帝在一起 就好像你那个 学生谈恋爱了 你要保护那一段时间 不受打扰的那段时间 怎么样 那段时间就单单地 让上帝来爱你 没有别的人 就是只有你跟他 让他来对你说话 让他来满足你的需要 让你自己去感受上帝的同在 花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比很多你吃啊 那些抑郁症的药 还更有效 还更有效 来 我跟他说了 几次上帝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几次 第一次你发现了没有 上帝短短的一句话 然后以利亚就说好多的东西 我怎么样 就把一切的垃圾 有没有 整个怎么样 倒出来 倒出来 第二次上帝在问说 你来到我面前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 上帝是要让他知道 我爱你 我爱你 把他自己浇灌到以利亚 先把那个垃圾 整个先倒出去 第一次 你在这里做什么 第二次 你在这里做什么 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 我爱你 你可知道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太重要了 前一阵子 我们不是有讲过诗篇23篇吗 其中不是有一节 有讲到 我虽行过死因的幽谷 我没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其实走过死因的幽谷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牧人带你经过的 因为你必经之路 你会经过去 其实有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羊自己跑进去了 死因的幽谷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是上帝一定会带你进路 第二种是自己 就懵了 自己就这样子走进那个死因的幽谷 可能是我错误的决定 可能是我自己的行为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如何 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你要抓住这个东西 无论如何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上帝要显现 应该是要有些轰轰烈烈的状况 才叫做上帝显现 有没有 要有风 有火 要看见一个 哇怎么样 一个极其荣耀的状 才叫做上帝显现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圣经说 裂风大作 崩山碎石也好 可是神都不在 有那个地震也好 有火也好 神都不在 而神是用最微小的 用最温柔的 用你最知道的方法 让你知道 我与你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我总不撇下你 我也不丢弃你 我要奉耶稣的名告诉你 如果阿爸天父 已经把那天上 最荣耀 最美好 最尊贵的耶稣 他都愿意给了你 透过十架 给了你这样子的爱子 还有什么 是上帝会保留 而不会给我们的呢 而不会顾念我们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 已经胜过死亡 跟罪的问题 那上帝怎么会丢下你呢 当然不会 第三个药方 找个地方 安静下来 让神来爱你 跟你说话 你知道吗 科技越来越发达 没有错 通讯设备 越来越发达 没有错 但是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代的人越来越忙碌 我们都以为 现在是人间美地 对不对 亚洲比较忙 我回去的时候 却看到我的同事 以前的同学 他们工作确实晚上九点半才工作 可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在新西兰 你觉得你比较轻松吗 我不觉得 我看到很多人还是非常忙 忙忙碌碌 是用不同的形态在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重要 好重要 你在新西兰 五个人就有一个 医医的患者 找个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让他来爱你 让他来充满你 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个是上帝给 以利亚第三个药方 那最后一帖的药方是什么 就是要领受祝福 并且重新再出发 来我们就把15到16节 一起来念好吗 123 第四个药方 第四帖的药 领受那个祝福 并且你可以 抓到了 你可以重新再出发 就是让上帝赐给你生命 要有一个新的方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对 以利亚说什么 你回去 从旷野 你回去到大马士革 我要交代给你一些的任务 你要回去工作 他叫他开始工作了 他叫他开始工作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胜过抑郁的情绪 最快的方法 第四帖的药 就是不要坐在那边 自怜自哀 你要把关注 从自己的身上挪开 开始去看见 别人的需要 你可以从那个侍奉当中 去关心别人 让神透过你 将那个福气 是给出去的 你可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老关注自己 老关注自己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丧气 因为为什么 神在我们人里面 放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在行动当中 去关心别人 去付出 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天父上帝要透过你 把祝福给出去 然后你给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 你会有满足感 你会更健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怎么越给越多 这是天父上帝的法则 不是我们人的法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你的软弱 因为上帝要使用你的软弱 彰显出祂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祷告一件事情 你要神给你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方向 因为上帝要扶你起来 祂要帮助你重新开始 你要记住一句话 我们都有很多问题 对不对 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很好记吧 碰到很多问题 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记住 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所以耶稣基督要 把你从这样灰心抑郁的 这样子状况当中提升起来 祂愿意帮助你 而且祂能够改变你 你不需要让你的情绪 来决定你每天的生活 不需要 你需要改变 让神来改变我们 生命中有一些 很错误的信念 有一些的观念 一直扎根在里面 我们要把它拿掉 那你说传道 什么是负面的一个信念 什么叫负面的想法 我打个比方 举例 如果有人批评我 就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代表我是个没用的人 我好像必须是不是要 让每个人都爱我 这个接纳我 这样我的人生才会充实啊 或者是 我不能 我必须的 我必须要有站起来 我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必须是完美的 否则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常常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出现这是错误的信念 你要知道 神的话语说你可以 你就可以 神的话语说你是谁 你就是谁 你不需要让别人的批评 来代表这些东西 然后你说 是不是需要让每一个人 来爱我 来接纳我 这样我的人生才有一样 没有 以赛亚书说什么 上帝看你为宝 为尊贵 为宝贝 这是神自己的话语 你说我不能够 怎么样 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必须要表现出 我完美的那一面 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 接纳姐妹 圣经的话 神怎么说 将一切的忧虑卸下 因为你的上帝 祂顾念你 你知道耶稣曾经说过 祂说 你们要晓得真理 因为真理 必叫你们得自由 因为耶稣知道 正确的信念太重要了 当你越认识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越自由 因为耶稣 祂自己就是真理 祂自己就是自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包括以利亚也是一样 我们都以为 原本以为以利亚 她没戏唱了 她可以了 她就结束她的工作 她的一生就这样子了 可是你可知道一件事情 以利亚到后来 她领受了上帝的托付 新的任务 新的呼召 上帝要她开始去提拔 其他的先知 而且上帝使用她 做个非常尊贵的工作 去高立君王 她不在第一线打 她现在被提出来去高立 你看到没有 英文说三次的 当一个东西出现三次 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代表她非常强烈的 看到这个人的命定 你看到没有 神把以利亚提升到一个境界 新的任务 新的高度 新的服饰 你去高立君王 高立君王 高立先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以利亚 之后 这是以利亚人生的 另外一个巅峰了 你的生命需要为更大的事情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单单为了自己而活 单单为了自己而活的人 我跟你讲 会生活得非常郁闷 非常郁闷 你需要有更大的呼召 把关注从自己的身上 挪开 拉开 来 记住那一句话 生命的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而他想要你来跟随他 不单单是成为祝福而已 你不单是来到身边 成为祝福 而且要把这个祝福 是给出去的 给出去的 你要问的是 天父啊 我的呼召是什么 以利亚的呼召 神的新的境界 神三次的anoint 他把他提升到个境界 三次的恩高 恩高 恩高 你要问神说 主啊 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活着不单单只是这样子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把你自己看低了 不要把你自己看太低 不要 神没有这样子看你 不要让你过去的成功 或不要让你过去的失败 决定你的未来 可以吗 上帝他不单单要医治 你的灰心 你的抑郁 你的失望 他更是要使用你 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要你去提拔其他的先知 要你去高立新的君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使用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最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回过头来说 以利亚 与我们是怎么样 一样性情的人不是吗 那我再问你 你会不会碰到以利亚症候群 会 可是好消息是 天父上帝 他顾念我们 你可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的门徒彼得 我刚才讲到彼得 对不对 我现在把他拉到彼得这边 做个结束 你知道在个性上面 彼得的个性跟以利亚很像 之前彼得是怎么样 他信靠的是什么 他对上帝的热情不是吗 他对耶稣的爱 主啊 我怎么众人都离弃你 我绝对不会 但主说 但我告诉你 今天 激叫几次之前 你会几次不认我 他之前所信靠的是 他自己对上帝的热情 对上帝的爱 他没有依靠 天父上帝的无条件的爱 结果你看到了没有 彼得 环境一转变 碰 他整个人都垮吧 但是 但是 当彼得 被耶稣挽回过后 他整个人有没有改变 有 彼得后来的生命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容许自己 先被上帝所爱好吗 你要先容许 被上帝无条件的爱 先充满好吗 你说是啊 可是传道我很灰心啊 我自己也做得不够好啊 我很抑郁 我很多内疚感 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先被上帝的爱 所充满好吗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的爱 不单单会使你刚强有力 他也会让你行走有力 而十字架的爱 是有医治的大能 有医治的大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是可以经历改变 你是可以恢复健康 你是可以重新得力的 只要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就有改变的能力了 你若是让他掌管你的人生 他就要用你的软弱 来彰显他的荣耀吗 姐弟兄姐妹 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四个 第一个 好好地照顾身体 持合休息吧 第二个 让我们对焦与上帝 放下我们的挫折 第三个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主的同在 第四个 我们要领受祝福 我们可以地 重新再出发 好吧 我们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就把你一切的重担 就丢在神的面前 主啊 我会有灰心和抑郁的时候 我会陷入到这样子一个 恐慌里面的时候 主啊 我会有陷入这样子一个 以利亚症候群的时候 主啊 你帮助我 让我重新对焦与你 而且你可以把你的挫折放下来 你要重新再次来认识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闭上你的眼睛 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要照顾你的身体 吃喝并且休息 上帝所亲爱的你 你要放松地去睡觉 就算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上帝依然爱着你 依然供应着你 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 第二个 亲爱弟兄姐妹 你要对焦与上帝 放下你的挫折感 对焦与阿爸天父 对你的接纳 跟对你的爱 放下你所有的挫折感 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 不要管你自己怎么看你 你就会开始发现 身心灵的医治跟恢复 你要经历那样子一个能力 一股的力量 开始涌进你里面 第三个 你要重新认识主的同在 你可知道让上帝来透过你 将他的福气给出去 神的同在比什么都真实 如果阿爸天父上帝 已经把天上那个最荣耀 最美好的耶稣 都给了你我 还有什么 是他会保留不给我们的呢 他与你同在 第四个 领受祝福 要重新再出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行动当中来跟随耶稣 让上帝透过你 将他的祝福给出去 上帝不单单要医治你的灰心 抑郁跟失望 他更是要使用你 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让你去提拔其他的先知 让你去高立其他的君王 上帝要使用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